鄭志強議員 道理主席 行政長官閣下 各位官員、各位同事 下午 今年兩會 總理李一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研究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 以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優勢 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 7月1號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澳門特區和粵港澳三地的政府 在香港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的框架協議 澳門特區無論是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城市群發展規劃 或是配合一帶一路發展的戰略 都須善用本澳獨特的歷史、文化、 經貿人脈和網絡的優勢 為此請問行政長官閣下 特區政府如何用好中央政府給的政策和措施 加快推進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和中國和澳語國家商貿合作平台的工作 並值一中心一平台作為樓帶和橋樑 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的建設 多謝 請行政長官閣下 多謝主席、多謝鄭志強議員的提問 很清楚根據特區的五年規劃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對澳語系 國家的商貿服務平台 是我們的目標去建設的 我們很感謝祖國在這段時間 是容許了我們很多在國家戰略裡面的參與和助力 例如一帶一路 也都在最近的大灣區裡面 容許了澳門作為助力參與 和參與在整個建設裡面 在一帶一路方面 特區政府已經成立了工作委員會 由行政長官出任 整個政府配合 在這方面 特別 中央是希望我們 首先和廣東和福建合作 這個我們也在先後 已經和廣東和福建 兩個省進行了工作會議 也得到他們的同意 是關心和支持好大家合作推動的計劃 那麼在工作方面 我們是特別是在這個資金融通 融資租任特色金融 和在民心雙通方面 是因為澳門的過去是一個 絲綢之路海上的重要節點城市 亦都是很多西方國家來澳門 是作為第一站 去發揮我們在各地良好的喬卷關係 而澳門的龜橋 亦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走出去請進來 令到我們很有機會 在這個民心雙通裡面做工作 至於這個大灣區的國家戰略 其實粵港澳大灣區 我們在2015年 已經和深圳 當時簽署了 深奧合作共同參與 粵港澳大灣區的備忘錄 在五年規劃裡面 亦都是確定了發展戰略 今年的兩會 對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 納入了國家規劃 政府是積極開展相關研究 進行深度的條言 亦都是廣泛地在澳門 諮詢意見 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見證之下 國家法改委粵港澳三地 簽署了 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 確立未來建設的方向 現在我們已經定了這個框架協議 下一個工作就是規劃 現在國家法改委粵三地 共同研究這個未來的規劃 關於粵港澳大灣區 怎樣建設成為這個世界級的灣區 特別是關心到澳門的參與 這個我們覺得是一個好的機會 亦都給了很大的工作量我們去做的 從一中心一平台 到一帶一路 到大灣區的戰略發展 是令到我們提高了我們區域合作 我們兩個市場 國內和國外 國內的市場 都要積極參與 所以坦誠地說 工作量也大了很多 所以我們會很重視 在我們的政策研究 和內地事務方面 是需要加強的 因為除了這些之外 我們原本的區域合作 也是繼續推進的 譬如包括粵澳、敏澳、 京津企的蘇州等等 我們都要繼續投入的 所以在下一步 我們除了積極配合了 利用這個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機會 去支持好我們已經既定的目標 一中心一平台 我們是要自身 是要加大我們的投入 是在政策研究 和內地事務方面 因為政策研究 目前我們是一個項目組 內地事務 是由行政長官辦公室 基本去處理 我想發展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這兩個方面 是需要我們研究 積極去投入 和配合好的 我很關心到 當時 鄭志強委員問我們 藉著這個 樓帶和橋樑的機會 和有機會參與粵港澳大灣區 一帶一路的建設 是不是能夠 加快和推動到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呢 我想這個定位和關係 我們是覺得很正面的 是有幫助和有支持的能力的 因為在五年規劃裡面 我們已經定了 推進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無論在最高原則 在目標 也都定定了 這幾年的工作方向 這次能夠借助這個 一帶一路的參與 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我相信是有利於幫助澳門的 因為有幾個方面 我們過去曾經多次 向中央有關部委提出了 我們的問題的存在 譬如我們的地理的限制 我們的面積不大 我們的人才 而且是需要透過區域經濟 來打開這些制約的條件 今次能夠充分在幾個大的計劃裡面都參與 我是很相信澳門帶來一個新的發展契機 亦都大家看到 在過去二十幾個月 經濟深度調整之下 已經是回暖 是大勢向好的 亦都很高興跟大家說 在深度調整的兩年的經濟裡面 我們依然能夠嚴格按照基本法 是平衡預算 亦都是有盈餘的 所以我覺得 2018年將會是特別 在這個發展方面 是我們一個很好的契機 既有國家支持 區域的發展 亦都自身 是能夠衝破一些制約 是向前發展的 所以對澳門來說 相信 2018年之後的幾年 是我們另一個 是經濟發展的 很好的時機 但是回心可能有一個問題 大家要思考一下 就是這個不是單是政府的工作 這個是澳門政府以外 我們去做更多的工作 但是 是整體市民參與的工作 我近期看了幾篇 專家學者的意見 關於這個 其實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到底我們準備好未來做這麼多的工作 我們怎樣可以支持好 我們澳門人去參與這些國家戰略的建設 所以這個可能是一個課題 我們是要繼續 是怎樣能夠 第一 引起了關注 第二 我們怎樣能夠準備好 第三 我們是能夠 助力到特別是 對中小微記 和年青人 能夠參與這些國家的戰略 對這些方面 我們已經是 在政策裡面積極研究 幾位思長 也在統籌研究 希望在一百年的施政報告裡面 是跟大家介紹到 未來我們怎樣 但是我學習了 特別是 我們到底準備好這個問題沒有 我覺得是值得 我們大家都去思考 怎樣做好準備 迎接這麼多工作量 我剛才也跟大家介紹了 我們政府自己內部 現在都 我不敢說頭痛 都壓力多大 因為一浪爲一浪 每一個浪都是 都是高過一個浪的好消息 但是我們怎樣 用我們現在的人力資源 和我們有限的 過去這些發展的經驗去做呢 所以我覺得 既是政府要準備好 澳門的港大居民 大家的積極參與 和準備怎樣的工作 更加重要的 就是我們怎樣能夠提供到機會 讓我們的中小微記 和青年人能夠參與 多謝主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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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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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